上一世,有一场大战就发生在珍珠湖 起火后,还会出现有灵质的守卫怪物 这只怪物掉落的毛巫足够阵斗整个末世 为了猎杀它,阻尽所有的新魂势力都触动 战况十分残力,带也成就了无数强者 李辉,这次目标极其危险 不如我们合作,如何 王皮,高级守卫而已,我也有一战之力 为什么要跟你们合作 你还是没看清实力的差距啊 我的队伍中可是有七八个一星战士,一个二星强者 我不想把珍贵的战力花在幸存者之间的战斗上 与其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不如我们联手,分享这个轮盘 合作可以,你要给我提供四十只武器 武器不是问题,只要你配合 获得的宝物,我们五五分成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英子,带他去武器库 是 团长,就凭他手下的那些垃圾,分一城我都嫌多 您怎么能答应跟他们五五分啊 愚蠢,只要他们有去无回,就什么都不用给了 团长高明 到了,就是这里,注意隐蔽 好的 好多人啊 看来这次真是一场硬仗 这次行动,你们两个主要给我提供情报 不到必要时刻,千万不要出手 这个你们拿着 去西北方选一个视野好的位置,观察战场 随时向我汇报怪物的动向 我知道了 战斗一旦开始,场面一定会变得非常混乱 只要听好一个带有背包的怪物就行 好的 初音,你负责保护城会的安全 如果发生危险,不要应聘,优先撤离 没问题 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去那边的大楼集合 明白了 轮牌被激活了,各就各位 我去,这反应 这次抽的宝卧,定然都是反品 出来了,守卫怪物 小宝贝,乖乖交出宝物吧 报告,珍珠湖周边的怪物突然暴动 理会队物损失过半,快又顶不住了 看来是那只从轮盘里出现的怪物搞的鬼 团长,我们是否要去支援他们 支援? 他们只是我们的垫脚石而已 各位兄弟 和我一同剿灭湖中的怪物 获得保护后,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 我也能成为强化后的战士吗? 没错,全体前进 把一切挡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统统碾 过了今晚,我们将成为这末世的最强者 真是一群傻子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门盘的宝物哪够这么多人分 叶明,距离你不远处的湖面上出现了一个裂痕 收到 看来是那只守卫怪物 打开了通往决定秘境的通道 到楼顶应该能看得更清晰 不知道他从决定秘境中召唤了什么怪物 那,第一波就全是二级 这个守卫怪,摆后的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 又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这是 五阶怪兽师缘 怎么可能,末世才刚开始 怎么会有五阶怪物出现 前世最早升到五星的人类 也花了整整五年时间 这还怎么玩啊 你掩护,我先撤了 你 救命啊 那个人 陈慧,那个吹号的守卫怪物现在在哪 还在湖边 那个像羊一样的怪物呢 他在你左前方的信贷公司大楼后面 继续盯着守卫怪物 有任何机动,立刻告诉我 好 恐羊这家伙 身体里可是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羊宝 以我的实力 对付一个二级怪物 应该还是可以的 前面就是信贷大楼了 真烦人 来了 寻找세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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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